大家好,现在为大家介绍一则残局,单马巧胜中足的一则残局 那么当然这个棋呢,如果足能够顺利过河,那么单马是立合单足 所以这一盘棋呢,在足还没有过河之前呢,那么呢,红方可以利用一下 那么让这个足不能过河自身 那么这一盘棋呢,还是比较复杂的 因为呢,这个中足呢,有掩护这个将军的棋 那么将军是可以比较活动的范围比较大 那么也可以走到这个中路 所以就不如这个三七祖或者边祖比较容易攻破 这个棋就比较难了 那么主要的话呢,是左帅右马 就是兵分两路形成这样的一个比较典型的盘面 而呢,马要坐的这个位置呢 就是在这个这两个位置 跟那个攻这个七三七祖的位置是接近的 那么呢,红方的马呢 最希望的是走到这个点 或者这个点啊 能够顺利的走到这两个点的话呢 那么这一盘棋呢,是可以举胜的 好,我们来看这个实际的过程啊 那么呢,当然要顺便提到呢 这个中足呢,虽然是希望可以过河 但是呢,这个足如果起走一步棋的话呢 那么对这个防御呢,是比较困难的 所以这个黑方的足呢,是尽量不想动啊 如果动的话呢,就没有办法顶到这个马啊 那么呢,呃,就比较容易被攻破啊 那么这个棋,红方首招马三进五 那么,呃,黑方呢 当然此时可以走个足五进一的棋 也可以考虑啊 但是呢,走足呢 呃,不是黑方希望走的 因为呢,走足以后呢 这个防御是比较困难的 呃,在这里给大家摆一摆 那么红方,呃,马五进三,脚交 呃,那么就是兵分两路啊 所以往这里将军 呃,那么无论黑方去怎么行旗呢 呃,红方呢 都用这个马三退四困住这个足啊 那么此时呢 这个旗呢,黑方已经是崩溃了 那么因为你如果将六进一的话 我可以透过一个将军抽足啊 那么如果你走一个将六平五的话 这里红方有一个非常巧妙的顿挫啊 先走一步帅六进一的棋啊 让黑方的将军自己走将五平六 因为黑方也没有别的招可以走 不能上啊,足不能走 只有将五平六 再走帅六平五啊 这个棋呢,黑方就崩了啊 那你这个棋将六平五 刚好我一抽将抽到这个中足了 那么你答案 你如果上完的话 我也将军可以抽到这个中足 如果呢,在这里我没有走出这个将帅六进一的等招 而直接贪心走个帅六平五的话 那么黑方将五平四 将红方就前攻进气了啊 所以这个棋要切记啊 那么呃,在这个盘面下呢 大家可能会问为什么不要直接将军抽足呢 因为黑方有这个将五平四调住这个帅马的棋 这样呢,这个组就可以白过了 这个棋就不行了 好,那么在这个盘面下 如果你走足以后我将军 那么你选择上网又是什么结果 那么上网以后呢 呃,我马再给一将 呃,在马再给一将呢 那么如果你现在去选择回王的话 呃,那么跟刚才一样的一个结果 如果你选择一个平的话 那就抽足了啊 那么所以呢 所以呢,这里呢 呃,唯一有变化的呃棋 就是一个呃,将五进一的棋 那么你走一个将五进一的棋以后 那么这里呢 红方可以走一个呃,帅六平五的棋啊 因为这个棋呢 黑方欠行啊 只好走一个将五平六啊 你不能够呃,动足 你也不能够将军也不能走别的招访 只有将五平六啊 这里呢,红方呢 施展一个非常巧妙的等招 就是这个帅五进一了 走这个帅五进一以后呢 黑方呃,将六推一单不行 那又抽这个足 呃,那么你如果呃,走足代不行 只有剩下这个将六平五 那这个红方平中帅的意思是什么呢 或者引诱黑方回这个将来到中间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有这么一个非常精巧的手段 就是抓足 再抓足啊 因为这个足呢 呃,被这个江和帅吊住 只能一直往前推 但是刚好呢 被这个将军非常精巧的手段 被这个将军呃,白白的抽掉这个足 而是不能避免的啊 这就是这盘棋的一个非常精巧的一个地方啊 所以呢,呃,走到这里就崩溃了啊 那么呢 所以我将军以后呢 你这个棋只有呃,上网以后呢 就形成我刚才说的这个盘面 那你如果走将五平六的话呢 呃,那么也一样 那么红方可以先走一个帅六平五啊 走一个帅六平五以后呢 黑方呃 呃,这里呢 也只剩下一个将六基一的棋了 如果你将六推一的话 那么我简单的等一手棋啊 中帅等一手棋 黑方的将就完全不能动了 将不能起 否则有抽足的棋啊 那么呃,你这一个棋呢 将不能起的话呢 呃,你又不能够平中 那么我也有照样有这个抽足的棋啊 所以呢,走到这里就不行了啊 所以呢,呃 总而言之呢 如果黑方走这个竹起来呢 就很容易被这个红方攻破了 所以红方马三进五以后呢 黑方是宁可走这个王 那么红方马五进三 黑方将五平六 呃,打死都不把这个竹挺起来啊 那么这时候呢 红方有什么办法呢 红方可以走一个马三退四啊 走一个马三退四的棋 那么走一个马三退四的棋以后呢 呃,这个棋呢 黑方呢 呃,但如果动足的话 就跟之前的这些招法一样 就不重复了 那么这里呢 黑方呃,如果走个将六退一 那是不行的 因为红方呃,有个马四进二的一个巧手啊 马四进二的巧手 那么走了一个马四进二的巧手以后呢 这个棋呢,黑方呢 呃,进中王以后呢 红方马二退三 一抓这个竹,这个竹就立马就丢足了 啊,将军抽这个竹 当然这里大家会问 那么我马四进二,你不就走这个中竹吗 那么我可以简单的再回这个马三退四 这样就形成了之前给大家讲解的这个办法 那你走中竹以后这个棋就比较容易攻破了 那你将六平五,我有摔六进一 你有将五平六,再摔六平五 现在黑方就欠行了啊 将六进一或将六平五的都可以抽到这个中竹 好,所以呢,当我走这一个,呃,走这一个棋的时候呢 呃,我走这一个,呃,我们回到这里啊 那么当我走马五进三,你走将五平六 我走马三退四的时候呢 黑方就不能够走将六退一了啊 那么你如果走竹五进一的话 那也就是等于帮我走啊 那更不行,那马上就崩了 那么所以黑方是走一个将六进一啊 使得不要动这个竹啊 那么这个棋呢,红方有个马四进二的棋 那么马四进二的棋以后呢 呃,黑方将六平五啊 那么如果你走竹一样的道理 那我又再回来 那么又形成了刚才的那些攻防啊 那么就不重复了 那么将六平五啊 那么此时呢,红方有个帅六平五的棋啊 其实也是类似之前的一个攻防 那么在至此呢,红方 黑方不能够走将五平四 否则一将就抽中竹 那么你走这一个将五平六也不行啊 那么一将又抽这个中竹 所以黑方只剩下一个将五推一啊 那么这个竹在这个位置也是非常精巧的 还是可以走出刚才的那些手段 用这个马尔退三抓竹 马三进四抓竹 然后呢,呃,这个等于三抓竹 跟刚才的招法啊,精巧的招法类似 然后马四推六将军又再把这个竹抓了啊 所以这个棋呢,还是非常耐人寻味的 好,呃,这一盘棋呢 就为大家讲解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收看